首先准备馅料 开火把锅预热 锅中放入四分之一杯水 水烧开后转小火 放入椰糖 接着放入一片已绑好的橡栏叶 组织糖融化 然后放入椰丝 翻炒均匀 如果觉得太湿 就放入半汤匙面粉 以锁住水分 炒均匀后即可出锅 接下来准备煎饼面糊 将香兰叶剪成段 放入搅拌杯中 加入250克水 打成汁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用色素 搅拌均匀 墨塞 最后取出250克香兰叶剩备用 200克普通面粉 200克普通面粉 加入半茶匙盐 搅拌均匀 放入一个鸡蛋 再慢慢分色加入叶奶 再慢慢分色加入叶奶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香兰汁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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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留一些香兰汁 背后面调整 直到细糊状 盖住或工伤保鲜膜 静置15分钟 打开面糊 静置后的面糊会变稠 加入适量的橡栏汁 搅拌均匀 握筛 不要太稠也不要太稀 调制这样就好了 太稠 沉饼胃后 太稀 面糊不容易在锅中转圆 平底锅预热 锅热后转小火 放入一勺棉糊 转匀 平底锅热后 更多 Dharma 少辉筝 你不要太稠 胡须翻面 将煎饼从锅中松开 就可出锅 再把锅烧热 转小火 放入面糊 要煎成像海绵七孔半的饼皮 锅必须足够热 准备一片饼皮 放入大约一勺也是 从中间折 接着两边对折 然后向前卷起 从中间折 接着两边对折 从中间折 然后向前卷起 向南椰丝卷 做好了 灯灯 灯灯 感谢观看